台中北區淨華北中青路大 十字路口密密麻麻的看板超級密集 尤其選舉旗艦藍綠陣黨 爭搶看板激烈 第九選區民進黨兩位女力參選人 分別一左右占據兩邊看板 我沒有在做保留 就是誰先出誰先贏 是以排隊方式 優先的會優先 快接近選舉的話 廣告看板滿競爭的 可能是因為是剛好是在那種路口吧 隨時都會換新的 不過近期民進黨爭取連任的議員賴家威 張貼的海報卻頻頻破損 懷疑遭撕毀 不強街店家牆面看板遭撕毀 更扯的是日新街 海報直接被同黨級對手不調蓋過 汽車修配場的海報三張變一張 已經累積有九張海報不明原因毀損 大約十天發現有非常多海報的損毀 碰到的情形讓我們確實非常的困擾 台中北區國風街巷內五張海報被破壞 掉到監視器發現其中一張海報 其實是被大風狂吹 不敵風力被吹破 但賴家威服務處人員還是難以相信 為何張貼完海報才十天 各地都有破損情況 結果慢慢的發現好像海報也有不見的啦 也有破損的啦 好像有人為的破壞的那種行為在裡面 賴家威也表示這次選舉 只有目到二十幾面看板 比以往少了十幾面還被撕掉 頗困擾 但因為張貼海報的地點都是私人住宅店家 支持者不希望曝光 對此團隊採考量先不報警 不過工作人員動起來 為了海報看板的人身安全加強巡視 破損的趕緊先撤下 重新把新海報補上 現在是吳宗澤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